这个是我的Runner 就是那个租车公司给的 应该就是春田给的 我现在要把它开回家 自己也拍个照 对大家都好嘛 全新的 很干净 瞬间开这个车感觉好小一台啊 然后把这个油料记一下 油料是满的 OK 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开回这个ROV4了哈 然后呢这个车呢还是一如既往的 视野非常好 但是我开的这台它有点小缺陷 它的缺陷就是那个 呃 它这个玻璃有点哈哈劲的感觉哈 原厂的玻璃竟然搞哈哈劲 还有这个后视镜比以前的ROV4要小了好多 那个小了一圈感觉 然后呢很多按钮都减配掉了 比如说在这边有那个 呃 后视镜加热呀什么 这这个车都没有的 但是它有个中配的车型哈 呃 比如说你可以手动关掉那个VSM 它没有的 而这台车很明显就是加拿大照的 因为这上面这个 速度表在这边还是个公里每小时 你看 你可以看一下 73 现在 然后这个车呢一如既往的那个 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方向环比较重哈 低速的时候 高速 高速的时候方向环比较重是 是没问题的 但是低速的时候方向环比较重 其他都还好啦 还有就是隔音 隔音还是很差 他老是乎在隔音上面就是做好一点 我觉得挺奇怪的 其实这台车什么都很好 就是把隔音路好一点 这个车就真的是无敌了 但是它已经很无敌了 就如果说再搞好一点就好了 所以说我还是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是作为第一台买车的朋友的话 可以买这个RAV4 就是一定要把 拿回家一定要把隔音路好一点 然后我现在开的这台是一个中配的版本 我之前开的是低配的 中配和低配有什么区别的 也就是轮骨和BSM上面的一些区别 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区别了 我感觉应该还行 还行 可以看一下 好久没开了 又开回RAV4 你会觉得这个视野好矮 我感觉好像在开轿车一样 这个视野确实很矮 不知道是这回这个车感觉小了 还是视野低了 可以看一下后排 反正我们现在是堵车的一个状态 我要吐槽的一点 就这个我开车时候又不看油耗 它为什么一直要显示油耗呢 这个挺奇怪的 然后这个屏幕也不错 新款的屏幕 还有一定要说的 就是它8AT的变速箱 它不卡顿了 像我之前那一台 包括我现在开的这台 像这种速度 如果说是跟车的话 是顿挫感满满的 一顿一顿的 就好像你开手动挡车一样 但这个车不会 它现在这变速箱逻辑调的真好 所以说如果说在美国的小朋友 如果说你觉得变速箱比较顿挫的话 你要去4S店 叫他们帮你们就是说重新更新一下 然后这新款的车还是不错的 但是就觉得有点贵了 但也不贵 其实以前也是三万二 如果说是中配 现在还是三万二 但是很多东西有一些些些许的不一样 我还是最喜欢它三角窗和大玻璃 视野真好 行了 然后隔音比较差 就这两点 其他都还行 这个车